右边就是已经开始吸水了 吸水久而久之就是会有避癌 指着墙壁外一整片水痕 遇上梅雨季光式房屋的买卖 一整年超过200多件的漏水纠纷 怎么挑才不会挑到漏水屋 你没有防水漆 然后直接吸在水泥壁上面 你这个里面当然会产生避癌 或是渗水的问题 第一招从外观一笔用的建材就有差 此砖碰上下雨 百分之百不会渗水效果好 防水漆其次 最差的就是水泥一整片黑色水墙 这是污水排水 就是我们洗手台洗澡淋浴的时候的排水管 进入屋子的内部再来挑屋第二招 浴室先看里头因为有排水管 最容易三楼漏直接影响到二楼 久来就是地震 然后塑胶氧化变形 超过30年来 你不怕他说我要今年装一装 明年就是漏水吗 不止浴室暗藏地雷 挑屋的第三招往顶楼走 这也是最容易漏水的地方 你排水孔被树叶或是脏东西塞住的话 那变成一个水挖在屋顶上面 那你水挖你当然会从楼下开始渗下去 漂屋也要注意屋林 超过30年大多属于老旧的房屋 屋没有修复好就要小心 雨天看屋 你们对你们来讲看得比较出来 雨天看屋有没有漏水 很明显掌握四招的漂屋树 就能够避免住进漏水屋 中山台的新闻刚刚又树新的事报导 有没有漏水屋 就能够避免住进去 那边的小伙子 就能够避免住进去 那边的小伙子